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二百八十四集 也同样只有在白小春表现出了全部威慑的现在 他们才会不得不去听白小春的话语 不得不去重视白小春说出的每一句话 对于灵溪宗而言 天脉地子传承叙利 可操控北岸所有战手 这一切的一切 已经使得白小春在灵溪宗举足轻重超越了所有人 而显然随着其修为越来越高 最终成为灵溪宗的脊梁也不是不可能 对于血溪宗来说 当白小春露出血主之力时 他的重要性已经没有质疑了 他在的地方 一念之间可以让血溪宗战力增加三成 也同样一念之间可以压制一半 甚至这一刻 血溪宗那位师祖在看向白小春时 脑海里浮现的 是内聚在通天河内 血祖的惊天动地的身躯 血主能否操控血祖之身 血溪宗师祖内心迟疑 他不敢强行镇压血主 不敢去赌 因为一旦输了 代价将是血溪宗的覆灭 融合成新的宗门 山门在何方 灵溪宗内 铁木老祖忽然开口 新的宗门 山门所在 不需要在任何一宗的故地 分埋空和苑 就是我们新的山门之地 白小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 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那光芒内更有盎然的战意 那是白小春 与夜葬这两个不同的身份 在融合后 形成的与所有人记忆里的白小春 都不一样的气势 以我血祖之力 可让血溪宗战力提高三成 以我战兽之力 可让灵溪宗战兽全部统一在一起 凝聚出更强之力 两宗融合 如同两把利刃并列 再去吞并玄溪宗 吞并丹溪宗 以如此强悍之势 横扫甚至吞并空和苑鱼补 入主终有分埋 终有分埋 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 在那陌生的地方 像有扎羹 我们能卸任的 只有彼此 白小春话语回荡 双宗老祖墓中都露出沉死 时而看向白小春后 也有汇叹之意 这场战争 是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白小春对血溪宗太重要了 对灵溪宗一样很重要 也只有这样的人 或许才真正的可以成为纽带 成为契机 因为相比于血溪宗 灵溪宗相信白小春 同样相比于灵溪宗 血溪宗也只相信白小春 渐渐的 四周虽然还是寂静 大多数人都在沉默 可还是有不少人开始叫头戒儿 彼此低声议论时 战场内双方剑拔弩张之感 也大范围的锐减 似乎很快就要消散大半 白小春的锡也慢慢的放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血溪宗半空中的八位老祖里 当初主持不化孤 苏醒的那位 亥颜老祖 此刻双眼一闪 目中有强烈的杀机 骤然爆发 一派狐言 顶时你残害我中风血资业葬 冒名顶替 妖言获重 老夫灭了你 这汗颜老祖声音冰寒 话语还在回荡时 身体已轰然而出 速度之快 刹那临近 右手抬起时 一股原鹰秀为 似可毁天灭地 轰然的爆发 气势之强 让这苍穹色变 让大地颤抖 白小春的四周 更是凭空地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轰隆隆地转动时 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套天杀意 化作了无穷剑气 直奔白小春而来 使得他身体如被束缚 难以挣扎的同时 一股强烈的 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 在他脑海中轰然爆发 死亡的气息 从来没有这么强烈 这是一个原鹰老祖的出手 而白小春的修为 只是筑籍中气 双方之间的差距 如同江海与水潭 可这还不是必杀之法 真正的必杀之法 是此刻临近的海严老祖 右手抬起时 向下狠狠而来的一掌 这一掌刚出现 断食糊鸣惊铁 熊熊烈火瞬间爆发 燃烧苍穹后 形成了一个百丈大小的火焰大手 一路燃烧虚无带着灭绝生机 可以让人形神俱灭 魂飞魄散之力 轰向了白小春 这汗炎老祖的出手 极为突兀 不但是灵溪宗的众人 没有想到 哪怕是血熙宗的几位老祖 也都没有任何提前的预料 此刻双方众人 全部灭色大变 汗炎住手 血熙宗十足 声音沧桑沙哑 此刻带着焦急 紧乎怒吼 右手抬起 向前狠狠一抓 就要去阻止 只是 他的修为被压制了一半 此刻出手时 虽碰到了汗炎老祖 可却没有办法全部阻止 只能让其动作略缓一下 血熙宗十足面色一变 双眼寒芒一闪 白小春的重要性太大了 可以说这一刻 只要白小春一死 两宗势必继续开战 再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 因为 纽带已断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一旁的宋家老祖 更是双目猛的一俗 杀意昏然爆发 无论如何 白小春都是他的义子 有人当着他的面 要去击杀他的义子 他岂能忍受 此刻低吼时猛的冲出 右手掐决一指之下 顿时 一道剑气 透天爆发 直奔汗颜 可同样的 因为修为被压制了一半 在那轰鸣中 宋家老祖的剑气 直接崩溃 汗颜老祖的火焰大手 虽暗淡了一些 可依旧昏明界 直奔白小春 与此同时 灵溪宗的一代老祖 整个人彻底暴怒 发出一声惊人的咆哮 右手掐绝石 一条铁锁 凭空出现 迎风剑掌 化作白杖 向着汗炎阻挡而去 这一次的碰撞 超越了血熙宗师祖 与宋家老祖 化作了滔天巨像 直接将那火焰大手 崩溃了一半 只是 汗炎老祖的提前出手 占据了仙计 此刻 哪怕被接二连三的阻挡 也依旧无法全部定效 残破了一半的火焰手掌 在双方修饰的惊呼与怒吼中 向着白小春 瞬间而去 小春 叶子 胡铭接 火焰手掌降临 白小春面色苍白 那种生与死的感觉 在这一刻 让他整个人 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 他额头青筋鼓起 全身传出咔咔之声 仿佛骨头都要碎裂 在那强烈的威牙下 白小春有种直觉 自己这一次 九死一生 可他不甘心 此刻双眼瞬间一片赤红 低吼中 双手掐绝 一个紫色的灯笼 木然间 在他手中出现 向着天空来临的火焰残掌 猛的一回 那紫色的灯笼直接燃烧 爆发出了扩散四方的紫色火焰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人脸面孔 直奔残掌而去 这紫色灯笼 是宋家老族所赐 威力极大 可与害颜老族这样的老怪比较 还是不如 双方 刹那间碰触 冲击四散 巨像滔天时 紫色灯笼的火海碎灭开来 而那火焰大手 虽再次残破了一些 可却依旧带着无伤之势 周然临近 白小春喷出鲜血 身体被冲击之力卷动 不断的后退时 鲜血再次喷出 他咬着牙 吞咽着血 右手抬起 再次一挥 顿时一枚四色玉佩 在他面前幻化出来 释放出四种颜色 形成了四层光幕 就在白小春做完这些的瞬间 那残破的火焰大手 直接轰在了 白小春身体外的四色光幕上 碰碰碰碰的 这四层光幕 瞬间层层崩溃 虽然每一次崩溃 都让那残破大手黯淡不少 可却还是无法将其彻底底消 眨眼间 在四周双方老祖的怒吼 无数熟悉白小春之人的 焦急私心中 四层光幕全部崩溃 那残破的大手 视如破竹一般 直接轰在了白小春的身前 几乎在落下的刹那 白小春右手 已取出了一张符文 正是那张神力符 向着身体狠狠的一拍 将这张符纸按在了胸口后 白小春抬头发出了一声 汗动霸方的咆哮 体内不死长生弓 猛然爆发 轰轰只剩汗天动地 两尊巨大的天摇身 骤然间在他身后出现 阳天咆哮 这天摇身在神力符的作用下 超出了遗忘 直接将白小春的肉身之力 强行提高两倍以上 与那来临的残破火焰大手 直接就碰到了一起 远远一看 这一幕若汇成花卷 一定让人触目惊心 火焰大手下 看不到白小春的身影 能看到的只有两句 似要逆天而行的 青皮天腰 声响震天 汗动霸方 火焰大手在被层层削弱后 在这个时候终于崩溃 化作无数火星四散的同时 白小春的两尊天腰神 也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这裂缝越来越多 最终直解四分五裂 而他的身体 也在这一刻 如同流星一样 直接的轰向大地 地面震动 出现了一个 足有十掌之深的大坑 坑内 白小春面如死灰 嘴角带着鲜血 气若犹死 直接昏迷过去 没有人注意到 他的右手 此刻有一道黑光 微微的消散 几乎在白小春昏迷的同时 他对于血腥宗众人修为的 压制也随之 解除 没有人注意到 在汉言对白小春出手的瞬间 落尘山脉上 有一只老猴 目中露出灵力 同时在血腥宗 云层内也有一双红色的眼睛 煽动了一下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